哈喽大家好,我是溜逼 众望所归的电锯经活3来了 为什么这部这么慢呢 因为这部真的是太经典 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这系列里最经典的一部 故事呢,延续之前的第二部 老马呢,被关进密室里 他的处境和之前第一部磁器活是一样的 脚上有铁铐,也给了他一把锯子 老马要不说是真爷们 为了儿子和本能的求生欲啊 他选择另辟蹊径 他想到了一种别人没想过的方法 就是把脚砸变形 这样既可以保留脚,也能逃生 看到这儿我想如果这个数据 抓到一个中国民间艺人会缩骨那种 他是不是要日的狗啊 之后这个警官接到报警 听到有爆炸声 到了地点,盖开了一道被看死的铁门 第二部里对老马含情梦梦的女警官小丽出现了 他急忙到了现场 想确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老马 这个时候一个新角色出现了 霍警官告诉他,这个人不是老马 注意啊,这个人以后还会出现 不是酱油,你们要记住 他检查完了,告诉小丽 这个人全身被铁链穿透了 绑在这里 镜头也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 这条画面确实有点恐怖啊 我就稍微放一点其他的口述 这个人呢叫特洛伊,是个惯犯 经常进出监狱 所以给的罪名是不珍惜美好时光 还犯罪 这个游戏不复杂 就是让他挣脱掉他挂在身上的铁钩 因为前面有个小熊玩具啊 抱着这个炸药 要说这个人也是个狠角色 他挣脱了前把根 但是时间才给了一分钟 最后就被炸死了 但是警官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这个门其实被焊死了 也就是说就算他挣脱了所有铁钩 他还是跑不出去 还得死在这 看起来哈 有点不太像这个数据的手法 晚上小力自己在家 打开电视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被监控了 他马上掏出手枪 就是四连法 但是屌毛用的没有 还是被这个猪头给抓到了 他被判的罪名是内心已死 这个罪名很扯淡的 我内心死不死你怎么知道 而且这个机关也很变态 基本上还是那种不留活路的 所以小力也挂了 故事镜头给到了一位医生 阿莲的身上 他和情夫在一起 而且这个情夫让他赶紧去离婚 看得出他心情不太好 到了医院工作也不顺利 让人给说了 就到这个休息室 但是他发现自己被反锁在里面 谁干的呢 很明显猪头嘛 然后下一个镜头 就是电锯门首席大地址 小曼同学出场了 而且还把他推到了一个病人的面前 这个病人当然就是 还顽强活着的数据 数据可得说 我曾经是你们医院的病人 命不久矣 而你呢是就死扶伤的医生 但是不理丈夫 不管孩子 还有情夫 有没好生活呀 不知道珍惜 现在呢我想玩一个游戏 在这里呢 我想说一下 数据这句话 我想玩一个游戏 和他后面要说的话 其实都有双重的意思 并不单单是对阿联所的 为什么呢 咱们继续看就知道了 他说我想玩一个游戏 犯规的结果就是死亡 你将被考验 你要死一个人活着 你能遵守这个规则吗 然后呢 他就被安上了机关 他带着这个爆炸装置 和数据的心率监控器相连 也就是说 如果数据死了 他也会爆炸 所以他的任务 就是想尽办法 拯救这个数据的生命 小曼告诉他 监控器的另一边 还有一个男人 也在经受考验 如果这个人 完全说过考验 而且数据还活着 他也会活命 镜头呢 就给到了那边那个男人 他叫杰夫 哎呀 就叫姐夫就行了 他的罪名是长期 消磨在仇恨和复仇中 而呼吁了家庭 因为一个醉酒私梯 撞死了他的儿子 而且那个人 被草率的判刑 就被无罪释放了 很快 他就来到了 第一个小盒子面前 里面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残缺的照片 是他本人 另一个呢 是一个钥匙 另一边 数据的病情 进一步恶化 阿联要小曼去医院 拿麻醉剂和电锯 他决定要给他 做开颅手术 姐夫终于到了 第一个 这个考验的场所 上面写着 直面你的恐惧 一打开 是一个冷冻室 里面有一个 被吊起来的女人 全身刺裸着 啊 这个马啊 该打的还是要打 开始姐夫啊 没认出这个人是谁 他就用钥匙去开 发现打不开 这个时候呢 数据那特效的声音 又开始说话了 他说哥们儿 你可能想不起来 这个人是谁 我告诉你 他叫塞塞塞 啊老外的名字太麻烦了 我就不说了 反正他是个酱油 他到底是干啥呢 他其实是 姐夫大儿子车祸 唯一的目的证人 但是因为他胆小和自私 他没有指认凶手 而且还跑了 现在给姐夫的选择是 要么救他 要么什么都不做 这女的就会被冻死 这个支架的旁边 有个水管 到一定的时间 就会自己喷水 这女的说 我什么都没做呀 我对你没做过什么 救救我吧 姐夫说 对呀 就是你因为你什么都没做 我八岁的儿子 死在我怀里 姐夫本来是想让他吃点苦 但是后来看了 有点于心不忍 解开了这女的身上的钥匙呢 就在这门方的后面 当他正在打算行动的时候呢 却发现已经迟了 这个人已经被冻死了 姐夫有点后悔 但是无奈 事情已经发生了 通关后 他又找到一个盒子 里面有三样东西 一个纸条 上面写着一颗子弹 就能结束这一切 还有一张残缺 他儿子的照片 和一颗子弹 小曼呢 跟数据汇报了一下 现在这个进展 而数据告诉他 在他的桌子里 有一个信封是给他的 姐夫呢 也来到第二个考验场 上面写着 该让一切过去了 当他打开门的时候 机关也开启了 这个大池子里边 有个人呢 脖子被锁住 这个人就是三年前 判他儿子案的那个法官 这里边的选择 是宽速还是复仇 复仇很简单 什么都不做啊就行了 猪屎呢 马上就能淹没他 这个快速却不容易 因为如果关闭机关 同时很多他儿子的遗物 就会被销毁 姐夫还是很愤怒的 但是法官那一句话 也触动了他 法官说求求你 我也是有一个儿子的 最后姐夫选择了原谅 救了他 阿联那边呢 也开始给这个数据说手术 手术应该说是很成功的 但是最后数据 陷入了这个幻觉 错把阿联当成了他老婆 对他说了一句 我爱你 小曼呢 没理解这句话 有点误会 然后他也回忆起了 当初他和数据 一起相识的过程 他如何成为他的地址 这个姐夫呢 和他救出的法官 一起来到这个第三个地方 小盒子的紫条 写着复仇的最后一部 还有他女儿的照片 还有一个弹夹 这次机关上面就是这个 造势凶手 还是那两个选择宽数 还是复仇 救的代价也是有的 这个钥匙后面呢 有一个猎枪 上面的线连着板机 也就是说 想拿钥匙 必须得挨一枪 这个机关很残忍 每到一个时间 就会360度 扭断这哥们一个手脚 最后就是脑袋 这个人说实话 三年来 一直是 姐夫想杀他的 但是看他受折磨呢 他也看不下去 最后姐夫经历了一番挣扎 还是打算去救这个人 但是还是晚了一会儿 而且这个过程中 机关还打死了法官 因为他完成了考验 所以阿联那边呢 数据就打算放了 但是小曼不打算放 他觉得这个 数据有自己的私心 数据和他说一句 其实很有含义的话 他说你拿着枪指着他 其实也是指着你自己 小曼呢 还是没听出来 他依然曾经在自己的世界里 数据说 那以前那些 你抓到的测试者 你是怎么看待他们死活的 他就回邪了老马 把脚弄变形 以后跑出去的时候 还碰到他的过程 老马虽然跑出来了 但是还是被他干倒了 而且他说 这些人就算过了测试 也不应该活着 数据说哈 你根本就没理解 这个游戏的本质 你变了 小曼说 我就是你的傀儡 根本就没有什么脱胎换骨 都是狗屁 数据和他说 小曼呢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姐夫过关之后呢 打开了最后的宝箱 上面写着 最后的机会 里面呢 有一把枪 最后呢 残缺的照片 女主人是谁呢 其实就是阿莲 原来 姐夫就是阿莲的老公 最后他拿着枪 走出了大门 而在后面呢 就是阿莲他们 小曼啊 最终还是开枪 打了阿莲 而姐夫也开枪 打中了他的静脉 这场测试真正的人 其实是小曼 数据本来是想的 选他做这个接班人 但是他的游戏 根本就不给人活路 违背了他的本意 已经轴火入魔 所以才设计了 这个最后一次测试 给他一个机会 所以呢 他并没有告诉他 这两个人 其实是两口的 如果他最后不开枪 这几个人都不会死 最后那句 game over呢 数据亲口对他说了 然后呢 他对姐夫说 最后一个考验 这个桌子上呢 有很多工具 你最后是选择杀我呢 还是选择宽恕呢 姐夫最后就用这个锯子 给这个数据 脖子上来了一口子 这个时候 最后一个录音 也响起来了 而且屋里的大门 全部被封死 里边数据就告诉他 他还是姐夫 最后一道实验 但是如果他听到这个声音 就证明他失败了 现在他又付出代价 因为数据 是唯一知道 姐夫他女儿下落的那个人 录音刚完事 他心脏就停止了 他老婆脖子上 那个爆炸装置呢 也就出发了 第三步就这样结束了 故事呢 还是很精彩的 但是画面呢 确实有点血型啊 胆小的同学们 就是不要看了 看我解说一下就可以了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